我是中原部方罪案侦查处克拉德 请问你们这边的负责人是谁 对不起 负责人现在不在 请问有什么事吗 是这样 我们看看在附近 缉拿新一人的时候 不小心打碎了你们的窗户 我是特地来致歉的 救不创作的费用 由我们寻不访承担 好 等社长回来我告诉他 让他去宣补房跟你们协商 好 经问你是 我是这家出版社的签约作者 我叫海德 海德 我好像在哪里看到过你的文章 你是不是写过一篇文章叫很灰 是 那是我纪念我一个遗故的学生 写了一篇短文 着作而已 见笑了 那你太情趣了 恒惠 关这个名字就很吸引人了 恒惠之名那是取自 十一季周末王中有关 长明灯的典故 我也用了我学生名字中的 那个恒字 我知道这个典故 希望你的学生在前上 一定会感到欣慰的 非常感谢 不过克拉德先生 对于中国文化 真的是很有研究啊 我出生在汉口 应该算是半个中国人 那这位是 我 我是这家出版社的会计 对 那那两位呢 他们都是出版社的编辑 那打扰了 再见 他 他的嘴角 有一颗痣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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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叉叉这家出版社的背景 有什么来历 特别是这位 海德先生 一定要查清楚 是 早点回来了 你 你的头发 你的衣服 你出去一整天 你买了这么多啊 君浩少爷给你买的 你别跟我提他 看来我说的没错 真好看 君浩少爷眼光挺好的 好看啊 嗯 那都送给你 我看看啊 我看看啊 这男人呀 要是给女人挑衣服 买衣服 说明他喜欢你 你别胡说八道 你看这件又挺好看的 明天你上班就穿这件吧 你穿这件衣服 肯定比杂志上那些女的 还要漂亮 好看啊 双曲姐 哎 有你的电话 找我的 对啊 你快点啊 小姐那我去一下啊 喂 双曲 我跟他的秦斑 应该是 我消费这件事 我去公司靠一连 就稳了 你应该说 我老是 他是一个序 我救我 我去哪儿 我我去哪儿 我保险了 是有的 都挺好的吧 挺好的 好就好 好就好 你还有事吗 也没什么事 我就想改天要是有时间 咱们 倒挂了 长发 怎么了 没事 我刚才听见你的打电话 出什么事了吗 没什么事 我给我妹妹打的电话 双渠 她和宇宙现在怎么样了 挺好的 他们也来上海了 现在住在程碧姐家里 那就好 当时的事情 太难为他们了 长发 有时间去看看他们 任委员 你放心啊 我不会把咱们的事 告诉他们的 长发 宇宙和双渠 不是咱们的敌人 明天把这个寻人启事 送到报社 让他们刊登出来 好 姐 你看看你这房间 哪一点像是个女人住的 怎么 非得摆个梳妆台 弄一个有为慢的床 那才是女人的房间啊 那当然了 那些东西是必不可少的 君浩 我说你出趟门 你就带这么点东西啊 我追求的呢 就是这种浪迹天涯的感觉 那再说了 上海市大都会什么都有 我带那么多干嘛 姐 嗯 这张照片上的人就是夏恒轩吗 是 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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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请问您有什么事吗 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昨晚那个凶手已经被捕了 哦 不知道夏小姐是否想起了那个英文单词 对不起 我还是没有想起她 不要紧 如果想到了 请一定告诉我 好 那不打扰了 再会 再见 你看你小时候 你看你小时候 你再看看你现在 现在怎么了 真好 父亲是不是老了许多 他现在头发全白了 腿脚也不是很好 还有点驼背 你要是有时间就回去看看她 她最担心的人就是你了 姐 你伤感的时候啊 挺有女人味的 你说我 要不是因为你不懂事 父亲能老得这么快吗 怎么还赖上我了呢真是 人就不赖你啊 父亲在信里不止一次跟我说 让我找个人好好管管你 你这话里有话呀 父亲说 想让我给你找个中国姑娘 找点成个家 也算了去了她一桩心愿 你觉得宇柱怎么样 不是吧 姐 你让我给她又买这个 又买那个 好 现在还要把人也给搭进去 什么叫把人搭进去了呀 我觉得宇柱这孩子挺好 人单纯善良 关键是知根知底 我跟你说啊 妻嫌夫或少 家和万事兴 这是老话 没错的 你不是我 你怎么知道合不合适啊 我就觉得不合适 非常不合适 再说了 你不也没佳人吗 我着急什么 这你也和我比啊 行了行了行了 不跟你说了 你早点休息吧 等等 回来 把这带回去 明天早上要用的 剩下的我让小夕给你运好 送房间去啊 早点睡 早点睡 小复啊 我们晚上吃点什么呀 咱们去杏花楼吃烤乳鸽吧 小沉默 我先走了啊 好 再见 走吧 小复啊 你快来 楼下来了个小开 老有强调的 咱们是不是在哪儿见到过呀 你看看 她的车还是纳石的呢 纳石是什么 美国的高级轿车啊 你是不是在跟我招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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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怪不得今天打本的花枝招展哪 原来是有男人约她了 哎呀 我想起来了 是吗 我在梁友上 看到过这身衣服 这身你还想一天啊 真够可疑的 上个月的梁友 风底唐鹰穿的就是这件 你来干什么呀 我姐让我来接你 用不着你接 哎 干什么 这么跟你说吧 我姐呢 是希望我们俩可以交往交往 我认真地考虑了一下 勉强同意了 你同意有什么用啊 我不同意 别那么紧张 不是说要你马上就嫁给我 我姐平日里待你不保吧 这点面子你总得给她 我再带你去几个好玩的地方啊 哎 那个英文单词 有没有想起来点什么呀 想起来也没什么意义了 可拉德说 凶手已经抓到了 停车 干什么 你看那个舞厅 青蛙 那个外国人在地上写的单词 就是这个 是 咱们赶紧把这件事情告诉可拉德吧 告诉他 是啊 他给我打电话 说只要想起来 一定要告诉他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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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你忘了上次了 要不是因为我 我们两个人一整晚就睡寻补房了 那些个洋鬼子没一个好东西 可是 他也是破案心切啊 而且我们把这件事情赶紧告诉他 也许 会避免更多的血案发生啊 所谓的这些个警察 寻补 甚至是当局 他们真的就是正义的吗 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 制造出来的血案 难道是在少数吗 这是一个没有规矩可循的时代 很多事情不能通过表面上的那些道德标准来判断 把这些事情隐藏下来 搞不好能帮助到更多的人 你说不定 你知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隐藏下来 既然分不清如是如非 那莫不如就守口如瓶 如果可拉德再打电话给你的话题 你就说什么都不记得了 要不然 会有无穷无尽的麻烦缠着你 你信不信 我为什么要相信你啊 我是萧承碧的弟弟 我害你干嘛 那我想想吧 想什么呀 走吧 对了 我想去买个东西 买什么 家里的收音机坏了 我想买一台新的 你知道一个收音机多少钱吗 这些钱不够吗 这些钱不够吗 也就是这里 我记得首先 这些钱不够吗 看我 我刚刚才知道 您问了 那就说 小心 你 感谢观看 检修 发现问题 出去买配件 加回来修好 前后半个小时都不到 快吧 收音机 小姐 以后你再也听不到 滋啦滋啦的声音了 小姐 你 小姐 我都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谢谢小姐 谢我干什么呀 要谢 就谢谢君浩少爷吧 是他帮你修好的 我正好有点渴了 谢谢君浩少爷 举手之劳 何足挂齿 那以后就帮君浩少爷 多洗几件衣服 当做报答吧 好 别了 他这种戏法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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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Schnabel 你 你 我 你 你 微微风吹不自他提起 微风细雨他笑音音 哎呀呀笑音音 小姐最近心情好脸上笑容多多了 是吗 只不过 只不过啊 只不过什么 只不过自从君浩少爷来了之后 小姐跟我在一起的时间就越来越少了 你不高兴了 没有 你看你脸都气红了 真没有 小姐 嗯 我有个事想要跟你说一下 什么事啊 长发她也来上海了 她还问起小姐了 问我 她那点心思我知道 她喜欢小姐 可是像她那样的 怎么能跟君浩少爷比呢 你胡说什么呀 我跟君浩不是你小娘的 小姐不喜欢君浩少爷 我一开始吧 是挺讨厌她的 可是现在呢 觉得好像也没那么烦她了 哎 你看 你有没有觉得君浩这个人有点奇怪啊 怪 对啊 她还让我帮她保守了一个秘密 什么秘密 也没什么了 你不觉得她这个人很奇怪吗 对啊 那为什么这样 我哪知道啊 那我 我去擦桌子了 Matters 小姐 Secret 浅先生说过 新革命政府的榜样是广州 那是第一个由国民党领导 借鉴了西方先进经验的城市政府 现在上海有望成为第二个广州 大家都知道 上海的形势来之不易 图工艺成功男 成功艺守功男 未来的路 我们依然认重道远 要想改变 民众对华界杂乱无章的印象 要想实现上海的现代化 要想为将来收回租界 铺平道路 就必须以市长提出的 三大运动为行为准则 互相监督 互相提醒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到 卫生清洁 能力增进 共守秩序 那么革命就真的成功了 陈碧 你前面的发言可是博得了满堂才 我身边的人都说 萧伟源才是名副其实的女中豪杰 我看啊 台下有些人手里鼓着掌 嘴里就在说着讥讽我的话 虽然是新时代了 但是女性要想取得和男性 同样的社会地位 仍是艰难重重 我不过是做了一些 力所能及分内的事情 不足挂齿 算什么豪杰啊 我听说有一个美国女人刚刚飞越了大西洋 她才是女中豪杰呢 那她呀一定是比旁人多付出了十倍 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的努力 才有了今天这样的成绩 她就是我的榜样 你跟她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的 有时候人努力了不一定会有回报 相反有些人她不努力 反而能够得到她想要的一切 这就是官场 有很多场面上跟情面上的事情 就拿恒轩来说吧 她就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 但是她完全不懂得与人相处 而且她固执 感觉她所信奉的 就是她人生唯一的出路 其实不然 人生会有很多选择 有时候甚至可以妥协 但是她偏步 非要一条道走到黑 到头来她一了百了了 但是留给 身边我们这样关心她的人 净是痛苦 她这样做太自私了 宋大哥你别再说了 对不起 我听说 你们党务调查科 要从南京调一个特派员来 据说这个人 还是陈立副部长清点的 看来要对租界里的 国中之国下手了 看来上海又要不消停了 自从吴大军科长回来南京之后 这上面队长们是越来越不满意了 这吴科长来的时候 对我们的工作还是肯定的 回去之后便挂了 现在的这些人啊 那都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你知道他哪句话说的是真的呀 主任 人都到齐了 开会吧 再等等 南京来的那个特派员 马上要到了 看着吧 说是来对付共产党的 别到时候 连咱们也一块儿给对付了 主任 特派员你到 快请 特派员大驾光临 有失远迎啊 哪里 孟主任的名头还是早有耳闻 今后还要多多关照啊 好说好说 来 我先给你介绍一下啊 孟主任 您不用介绍 我们可是老熟人了 宋副主任 别来无恙啊 我还是老样子 倒是成特派员 变化很大呀 能不大吗 太操劳了 实不相瞒 我还正有点怀念武汉时期 那个时候 没什么权力 责任也没有那么大 那既然大家都这么熟了 咱们坐下说话吧 来 请坐 坐坐坐 来 坐坐坐坐 诸位 陈特派员的上任 是咱们党务调查科 上海办事处的荣幸啊 咱们下面请陈特派员 给我们讲几句 大家欢迎 我这次来主要的目的是 对付共产党 来之前 陈立夫部长 特意向我转达了 蒋主席的话 对付共产党的 成败与否 关系到党国的存亡 所以我身上的担子很重啊 我和共产党打交道由来已久了 现在的共产党 从农村逃了出来 躲进了上海这个大街小巷当中 他们看似销声匿迹 可各地的起义和城市的暴力 连续不断 此起彼伏 他们仍在有效地活动 并且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机关 在进行指挥 这说明什么 共产党 无处不在 但又无计可循 既然我来了 我就不会让他们 这么舒淡 圣局 小姐 午饭都给你准备好了 君浩不是说不让你洗吗 我小心着洗 要不然也不知道可以为她做什么 人家一句玩笑话你也当真啊 小姐的话我当然当真了 那我去洗了啊 去吧 嗯 那个外国人在地上写个单词 如果克拉德再打电话给你的话 你就说什么都不记得 要不然 会有无穷无尽的麻烦缠着你 小姐您的咖啡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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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堂堂 堂堂中央补防罪院侦察处的副处长 怎么能喝这么廉价的酒啊 给我们来一瓶 斧头盘三星白蓝地 请稍等 你是 我是 党务调查科上海办事处新来的特派员 我姓陈 明白 克拉德先生 我们会成为很好很好的朋友 我们一既是朋友了 感恩 不久前 我们的公布局 与国民政府已经打上了攻势 共同打击 中共地下组织在 组建内布法活动 这一点你不知道吧 我当然知道 虽然我们合作了 可是你们的诚意太少了 怎么讲 今年五月份 法商电车公司的首席监察杨凯博被害前 曾把一份 中共领导人的名单给了你们足界当局 可是你们并没有把这份名单公开啊 这件事情啊 我们早就解释过了 根本没有什么名单 是你们的财策而已 好 共产党在租借里 以开家具店 米店 诊所为掩护 进行着所谓救国救命的大业 也是我们的猜测 好 如果你是来信尸问罪的 我想我没有必要再奉陪下去 好 好 老德先生 现在的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 是天堂还是地狱 就在一念之间 关键要看你怎么选 什么意思 我们的个人 这些人 我这些人 我跟你们的那边 啊 咁咽咽 咽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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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上车 坐好了 火可要开了 停车 玉珠 陈碧姐 怎么就你一个人啊 君昊呢 我 不知道啊 先上车吧 玉珠 是不是君昊又欺负你了 没有啊 真的没有 我这个弟弟啊 他最会气人了 也是从小没人管 散漫惯了 不过他本质是好的 所以啊 这样有什么事 你不要往心里去啊 等以后 你们结婚了 有了孩子 相信会有改观的 也怪我 最近太忙了 蒋主席就任 东北即将一致 全国统一 好外是天天出 哎呀 这事啊 一桩接着一桩的 真是让人应接不暇 想想都头疼 我来 语珠小姐 你以前穿的衣服特别好看 怎么今天 我觉得还是穿自己的衣服舒服些 哟 少爷 今儿怎么起这么早啊 遇了夜沉中的孙子打高尔夫啊 不早点起来不行 怎么和这种人混在一起啊 只是打个球而已 不用大惊小怪的 你今天怎么穿得那么朴素啊 双菊 帮我倒杯咖啡 好 俊昊啊 你和雨竹的事 我已经写信告诉父亲 这眼看要成家的人了 不能再这么游手好闲了 程碧姐 他好 你到底是谁 我怎么会写的 你就试着 我怎么跟你 用水 我怎么不给你 你的噢 我怎么不给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让你们俩互相帮助 互相扶持 这么些年你都帮他什么了 你都做了什么 姐 有什么好好说吗 发什么脾气啊 那不为什么 回来了 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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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移家属的那位同志 已经和他的上级取得了联系 走 上级有什么指示 这位同志来上海的任务 就是要护送那位家属安全撤离 可是现在上海到处抓得很严 他们原定的撤离路线 已经被封锁了 所以上级指示我们 要启用我们这条线的渠道 将这名家属安全转移走 他们现在在什么地方 就在公共租界里 可能啊 被巡捕过的人盯上 所以他们想尽快和咱们见面 好 那时间和地点确定了 今天下午五点 在静安四路十二号 那位同志会拿着一本上海地图 好 我记住了 我会准时到的